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树叶在他手上都能够马上演奏一曲 从小就写到这种 所谓的树叶 叶底 日本人他叫做草底 事实上都是相同的 利用草叶 花瓣 树叶 来当成黄片 就是这样 像我现在手指做的手指 就像一张嘴巴 这个页面压在上唇上 压的宽度差不多是0.5公分的宽度就够了 角度90度 去从丹田精油口腔 集中从这个嘴唇 也就是上唇 跟页面贴合的位置挤压出去 这个页面受到挤压 它跟嘴唇相形之下是比较薄的 嘴唇不会震动 震动的是叶片 它说震动呢 就抓得好 就会发出声音 在台南关庙区北投里的关帝庙 有一群为了宋江议政打拼的Gina 他们有的来自于单亲 或者是新移民的家庭 但凭着对于宋江政的喜爱 利用放学的时候在庙前练习 许多大人看在眼里也都非常的感动 纷纷出钱出力 帮忙他们 这一批来练的有一半以上都是单亲的家庭 有好多个好多个就是那种 爸爸自己带小孩的 然后妈妈刚好又是外籍配偶的家庭 我觉得比较老师的香港 他所照着出来的那些人生 到目前外面所看到的主流的香港人生 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打蜜 给众议员我们还有其他人生 包括我们的品牌的部分 表演后刷的时候刷出来 女儿有很多家庭 我们也要去做电影 小孩跳到这边跳到这边 小孩跳到这边 小孩跳到这边 小孩有这个想法 我也要去做电影 小孩有很多人 不得好同事 科件后 这个是值得推展的 基本上那个观念 要突破那个新访 那个观念 很多在商业媒体上 看不到的报道 透过公民新闻 与您分享 也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拿起相机记录报道 身边被忽略的议题 佩博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